第四十章,失败后的总结和反省刚开始戒色,戒色觉悟比较浅,断念能力也比较差,对镜实战意识也比较差,在这个阶段作为新人是比较容易出现破戒的。 那些成功的戒色前辈,其实都曾失败过,关键要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,失败后要认真总结和反省,而不是自暴自弃,破冠破摔,感到气馁和灰心丧气,这样就会被失败所打扮,很难再次找到好的戒色状态。 刚开始凭热情和初心可以戒一段时间,但必须认真学习提高觉悟,即使出现破戒,也不要气馁,认真总结和反省,加强学习补强自己的觉悟,认真练习断念,这样就能突破怪圈。 失败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,失败后还不知道反思,这样就很难得到提高。 出现失败,可以这样反省,意我从失败中学到了什么?为什么会失败,哪些方面没做好,要认识到导致失败的原因,下次才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,很多戒友其实都在犯同一个错误,比如独处时不警惕,出现想看黄的想法,没及时断掉,最后浴火中烧,一次又一次,在犯这个破戒流程而没有认识到。 要善于从失败中学习,看看自己能不能改进。 二、如果重来一次会不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,导致破戒的心理过程,可以仔细回想一下,是哪个环节没做好,如果让你重来一次,你是否可以在那个出错的环节做到位,以避免破戒的发生。 三、哪些能力和实战意识期待提高。 失败说明自己出现了问题,或者某些能力还比较弱,在实战时无法主宰自己,要认识到这些能力,比如对境避开的能力,不看第二眼的能力,念起极端的能力,情绪管理的能力等等。 四、回到前辈的借色文章中找答案。 失败后一定要加强学习,因为有了失败的体验,这时候,看前辈的文章,就更有实战的体会,会发现那些话都说到自己心喊里了,都是说给自己听的。 失败后回到前辈的文章中,去找到失败的答案,去完善自己的觉悟。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? 制定好日课,坚持完成日课,一步步提升自己,以始为竞,避免重蹈覆辙。 有的人刚开始不错,但缺乏坚持的决心和毅力,这样就很难有持续的提高,即使失败了,也要坚持日课,日课不能中断,在不断强大的过程中,心魔就会被你远远抛在身后。 我研究过很多失败案例,总结了十一条教训。 一介色动机错误,还在贪恋快感,贪恋女色。 二断念能力不行,念头入侵,不能斩力绝。 三没有良好习惯,没有日课,或者日课中断。 四对净实战意识几乎没有,看到就沾上去。 五没有落实那些关键的介色要点,执行力差。 六失败后不总结,消极思考,不激励自己。 七没有行善,正能量太少,负面念头太多。 八还在沉迷网游,或者网络小说,缺乏自律。 九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,懒惰,赖床,拖延。 实不重视学习,不计笔记,还有强劫的倾向。 十一思想认识存在误区,还在认同十度无害论等。 总结,曾子曰,无日三性无身。 不断总结,反思是成长的必经之路,反思有多少,成长就有多少。 有句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,说得更准确些,失败后的总结才是成功之母。 失败不总结,不反省,就会一直失败,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跌倒,犯同一种错误。 有一个词叫复盘,为其术语,也称复局,只对局完毕后,复掩该盘棋的记录,以检查对局重招法的优劣与得失关键。 借色也应该学会复盘,回顾实战的心理过程,看看自己表现得如何。 哪些地方做得好,哪些地方做得不好,还需继续努力和改进,这样以后就能越接越好。 要提高自己的执行力,不要被失败打败了,人活着是要从失败中强势崛起的,就像拳台上被人打倒了,站起来继续战斗。 这种精神必须要有,不能躺着装死,要站起来拼搏奋斗。 要燃起巨大的决心和斗士,有这股劲在,就有赢得胜利的希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